已故天下梅艷芳的哥哥梅啟明 另一例先後召開記者會和日品法院 控告侄仔和梅媽的看護鄭姑娘 聯手將梅媽禁錮 現時梅媽每個月 可以由梅艷芳的遺產中 獲25萬作為生活費 梅啟明認為 侄仔操控和濫用梅媽的生活費 令到她連每個月2萬的生活費都拿不到 一路以來 無論是開記者或日品法院控告 梅啟明都傳憑自己一廂情願的揣測 而無論她怎樣罵 梅媽和侄仔 鄭姑娘都沒有再出任何回應 直到昨日 梅啟明將侄仔和鄭姑娘一指撞過至法院 99歲的梅媽終於隱無可忍爆炮反擊 據報導指 昨日梅媽罕見接受了傳媒採訪 一提到梅啟明的所作所為 梅媽顯得上當激氣 一路咳不停 梅媽還吵爆梅啟明是臭小子 一日到刻追著我淺淺淺 我就是怕了她才搬到那麼遠住 當問梅媽有沒有遭到禁錮 梅媽就在山否認強調 完全沒有這樣的事 她繼續喇叭梅啟明才是想禁錮她的人 又形容在四個子女之中 這個是最壞 看來梅媽真是被梅啟明擊到火小心